朋友们好啊 2022年的4月12号星期二 我们继续说国史 我们呢 今天起开始说 周恩来和文革的发动的第二节 那么第一节我们在一个多月前曾经说过 周恩来组织全国的经营力量 突击赶排了大型的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 那么有的右派学者都认为 说这个东方红不简单 实际上是文化大革命的动员和宣传 说他为文化大革命准备了 无论是这个 思维方式 组织方式 言论方式 包括标语口号 包括造反的一些具体的行为 游街抄家 你还是戴个帽子等等等等 就是说 这个 文化大革命期间 所有的 一些外在的形式 啊 你似乎都能在都能够在东方红里面找到啊 他原初的影子 并且呢 十足的在当时的中国青年中啊 这个 点燃了 革命热情 说这个 从这点来说 嗯 周恩来对于文革的这个起因来说啊 可以说是 鞠躬甚伪 所以有的右派学者甚至说周恩来在这一点上可以说是文革的教师爷 那么呢 我们曾经说过啊 我的观点是 毛主席 发动无产经过大革命依靠三种力量 其中的第二种力量 就是 坚定的认同毛主席 无产医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 江青啊张春桥啊等等这些文革的新生代 或者说叫文革派啊 但是 我们纵观一下文革化大革命的十年 你像江青和张春桥他们 这些新生代呢 尽管 党内呀 政府内呀 最后的地位都很高 但是呢 因为什么呢 可能是因为他们毕竟是新生代 毕竟因为自己的资历浅 然后呢 在党内和军中啊 政府内 肃无根基 所以呢 他们在文革大革命整个十年里所起的作用 更多的还都是形而上的意识形态的方面 啊 更多的呢 是务须的 嗯 所以呢 尽管呢 他们是对文革大革命的发动和推进 起到了 这个这个这个 冲锋陷阵的作用 建立了他们的历史功勋 但是从另一方面 我们又发现 整个这个十年的过程中 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中央 却从来没有赋予张春桥啊 江青这些文革新生代们 任何实际的行政管理权利 从来没给过 你就张春桥到后来做国务院副总理 常务副总理 嗯 但是他在国务院里头 他也是务须那一拍 哈哈哈 国务院 这个总理 加上这个几个副总理 人各管一摊 张春桥也没有什么具体可管的 对不对啊 所以叫常务副总理 这是常务啊 是不是啊 抓住日常 那李先念啊 什么王震古墓 孙健 什么 那些副总理都各管一摊 是不是 就是说 嗯 毛主席让文革新生代们打大棋 让他们冲城陷阵 搞意识形态 但是呢 一旦具体到了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的实际事物 一旦涉及到行政事务管理 这方面呢 需要行政资源的时候 嗯 那么 文革派几乎 就束手无策了 因为他没有行政权力 啊 没有行政权力 嗯 那么 没有行政权力的原因是他们更急浅 在中央整个的高层中央政治里面没有人脉 没有基础 你就给他实际权力 他也调动不起来 你想包括十大 呃 王文都当了中央副主席了 呃 那一天掀七冷子 谁理他呀 哈哈哈哈 谁把他当回事啊 是不是啊 啊 但是文革之初的说 嗯 发动文革 需要这些人冲城陷阵去 他们必须要在文化大革命发动之初 和整个的过程中要有所作为 让他们有所作为 啊 那么呢 那么这就需要什么 就需要给他们配置强有力的行政管理力量 去支持他 而啊 啊 所以呢 毛主席 在整个文化大革命过程中 尤其是前三年里头 事实上是给江青张志祥这些文革派们 配了一个人 谁呢 就是周恩来 啊 就是周恩来 周恩来和文革派之间的关系 用周恩来自己的话说 他曾经对张志祥和江青说过这样的话 周恩来说 你们是管战略的 你们定了 我跟你们办 你看 这是周恩来说的原话 周恩来说江青张志祥他们是管战略的 他们定了大政方程之后 周恩来去给他们办 给他们具体落实 啊 这就是周恩来 所说的他和文革派之间的关系 所以呢 从整个的文革的人事布局上来看 啊 周恩来和江青文革派他们事实上是一个团队 是不同丰工的一个团队 在毛主席那 就是这么设计的 就是这么安排 徐向前 徐帅曾经说过一句话 他说没有周恩来对毛主席的忠心耿耿 文革是不可能搞起来的 周恩来以对毛主席的忠诚 凭借自己手里掌控的国家形成权力 支持文革派 王大美才搞起来 文革派想做什么事 必须得通过周恩来 周恩来不下令 文革派调动不了 中国的一兵一卒的都 所以在这一点上 在我的这个 我的认知里 周恩来 事实上是毛主席发动文革的 依靠的第二种力量 中的 这样的一个决定性的力量 他事实上是和文革派一个团队 一个工作团队 所以我们在这之前说过周恩来 搞这个在文革大美之前的时候 搞这个 因为我当时是东方红 那算是周恩来与文革发动的第一章节 那我从今天开始呢 我们再说一说周恩来与文革发动的第二个章节 说说什么呢 我们今天说一说这个 周恩来 和 彭罗路阳 这个事的关系 首先我们说一说周恩来呢 和 倒掉罗瑞卿这件事的关系 那么 关于这方面呢 这个政史上当然都是为尊者会了 这个包括很多 一些个这个这个历史当事人 他的回忆 包括一些研究者 在这方面也都没突破 大家呢 很多人认为呢周恩来 和罗瑞卿 倒掉这个事没有关系 觉得周恩来当时呢 就是这个这个这个 跟其他人一样 蒙在鼓里头 然后毛主席说怎么办 那他就怎么办 他就讲政治不大局了 好像是 周恩来是超脱于这个事件 前期 酝酿整个的过程中 周恩来都被蒙在鼓里头 只是被动的到上海会议的时候 被动的去执行 这个毛主席的一些个决议 按照毛主席的意见 办而已 那事实上不是这个样子 事实上不是这个样子 按右派来说 周恩来是文革的教师爷 他怎么可能这么做教师爷呢 他这么做他也做不了教师爷 是不是啊 给大家推荐这个 两个作者啊 就是最十多年前吧 我在国内说 就发现了那么两位 哎 我我我我他 我觉得他们的很多东西 对我都很有启发 并且我觉得他们有一些个东西呢 这个尽管我们的观点不完全一致 但是我觉得他们的一些的思路啊 确实是很新颖啊 多有突破啊 这两位作者呢 司马清阳 还有一位就叫欧阳龙门 欧阳龙门 还有司马清阳 那么他们呢 曾经在一本合作的书里面 叫新发现的周恩来 在这本书里面 曾经对于周恩来在导罗日清 这个过程中的作用啊 做了非常透彻的这个研究 得出了很新颖的 我觉得又能够自圆其说的 这样的历史性的结论 那么呢 在新发现的周恩来这本书里头 这两位作者是这样说的 周恩来不仅事前 参与了导罗日清的各项准备活动 并且在事后还做了大量的工作 那提到了六五年 那十二月十五号 上海会议嘛 上海会议导罗日清 开完了 结束以后开个文艺晚会 前几天我们曾经说过这个事吧 然后在文艺晚会 周恩来不是很高兴吗 提议让叶金英 给大家助助兴 叶金英不就 这个广东亮仔 跑上去唱了这个 这个有板有眼的 唱了一段苏州平潭 所以呢 这两位作者就认为 周恩来和叶金英的配合相得一张 相得一张 似乎倒罗日清 这个冲锋建阵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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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发挥作用最大的是 罗日清是叶金英 这在军口确实是 但是呢 其实整个的过程 后面还有一个巨大的影子 那就是周恩来 在导罗的这个过程中 在前期酝酿 筹备 打招呼 组织材料 所有这个过程中 都能看到周恩来和叶金英 默契合作 这样的历史的身影 而周恩来呢 在两位作者看来 而周恩来 更是因为罗日清最后的倒台 然后一吐心中的怨气 就说周恩来和罗日清 他们历史上有着莫大的过节 罗日清倒调 不仅是扳倒了凶神 解放了叶金英 聂用真什么这些个元帅 这些老帅 同时呢 也让周恩来 一吐心中的机遇 畅快了不得了 那么 司法清阳和欧阳罗文 在新发现的周恩来这本书里头 对于这样的结论 做了系统的阐述 我把大致的 主要的东西分享给大家 罗日清的秘书王仲芳 王仲芳写的回忆里面 是个这个 说周恩来事先 不知道要倒罗日清 这正史都这么写的 但是罗日清的女儿 而罗点点在他的回忆录里面 就说周恩来是知情的 而作为文革的 这个国内的研究者 这右派 这个研究的代表人物 于汝信 于汝信认为呢 他认为说 因为罗日清所处的敏感的位置 毛泽东当然认为 会前知情的人越少越好 以免走漏风声 为多种材料 及回忆表明什么呢 常委中除了毛主席和林彪之外 起码周恩来和邓小平 是知情的 是知道罗日清要倒了 是知道 正在组织力量 弄罗日清的材料 是知道上海会议 那会议内容就是要 搬倒罗日清的 那据周恩来身边的工作人员回忆 说毛主席到达上海的当天 12月5号 到了上海之后呢 这个就把周恩来从北京叫到了上海 那当天周恩来在到了上海之后就见了毛主席了 然后紧接着就成为了 毛主席有关批罗日清指示的实际的执行者 那么其他的 其他的与会者中 起码呢 就是上海会议的与会者中 还有谁能实际说 逃住 当时 六五年年底的实际说逃住 中央政治局委员 国务院副总理 中南局第一书记 逃住 然后公安部长谢福智 叶剑英 总政的萧华 总参的这个杨成武 海军的李作鹏 张秀川 军委办公厅的王上荣 总参 王上荣 还有雷英夫 就这些人起码这些人都是知情 都是知情 对于上海会议的内容 那么政治局成员中的时候 刘少奇 彭真和贺龙 他们不知情 确实不知情 那么作者认为 他们不知情也不奇怪 因为呢 在毛主席的心目中 罗日清和这几位走得那么近 提防还提防不及呢 怎么能让他们事先知道这个情况 至于彭真 说至于彭真 彭真 这个和和贺龙一清的个关系 我们以前有做过交代 至于彭真 说毛主席干脆 都不让他参加会 让他留在北京看家 专来事先是否知道 或者是提前多少天知道 这个事是可以商榷的 是可以商榷的 而彼者更兴趣的 更感兴趣的是 专来在批判 罗日清中的所作所为 他就把这个 可能有争议的这些个历史 比如说 专来是什么时候知道 要倒罗日清的 然后呢 这个这个是上海会召开之前 才知道呢 还是说很久以前 他就知道什么 他这些东西 他说呢 他说我们先 可以商榷 我们先不论 他感兴趣的是什么呢 他感兴趣的是 专来在批判 罗日清这个过程中的作为 那么他接着说 接着援引 这个罗日清女儿 罗电电话说 罗电电说 会议开始之前 政治局常委中 除了毛周林之外 大都不知道会议的内容 与会人员被分配 招 分批招到上海 开会的时候才知道 是为了整 罗日清的事 嗯 但是呢 罗电电也并没有举出实证 来证明自己的说法 就是周恩来到底知道多少 嗯 周恩来是12月5日到的上海 当天见到了毛主席 然后呢 见完毛主席之后呢 就开始执行 毛主席的一些个指示 其中周恩来 最重要的一项任务呢 就是游说叶群 让叶群在上海会议上 出面揭发罗日清 那这个司法清阳他们两位 提出了这么一个观点 就是叶群在上海会议上 五六个小时的那个发言 揭发罗日清那个发言 促成叶群做这个发言的人 是周恩来 说叶群到达上海以后呢 带林豆豆 就直接去锦江饭店 去看周恩来 知道周恩来已经到了 在锦江饭店 叶群带着女儿去 说谈了七八个小时 林豆豆一直在 周恩来和叶群谈话的这个现场 林豆豆一直在场 林豆豆说他们连午饭都没吃 叶群说他本来不愿意在会议上发言 是总理通知他讲一讲 那么他说他就讲一讲 周总理说是主席亲自点的名 让他一定通知叶群讲一讲 周恩来说 周恩来说我跟你 跟叶群说我让你讲 这是毛主席点我的名 让我跟你讲的 让我通知你到上海会议上去讲一讲 林豆豆还听周恩来对叶群说 说主席召集这个紧急会议以后 怕这个罗长子在云南搞政变 因为那时候他在昆明 说怕罗长子在云南搞政变 特别对云南加强了控制 那么叶群呢 还问罗长子会不会逃到国外去 周恩来说不会 这大家前几节我们不是说过吗 周恩来当时怎么样跟无法宪交代的任务 这机组怎么飞 一定只往东飞不去往西飞 怕这个罗长子跑缅甸或者跑印度去 叶群为什么不愿意讲呢 因为周恩来要叶群讲的 只是重复叶剑英在11月4号的话 周恩来希望叶群把11月4号叶剑英的话 做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 拿到上海会议上来讲 那么罗任青的一个部下 是这样回忆的 这本书里没说这个部下是谁 说罗任青一个部下这样回忆 说1965年的11月4号 叶剑英从杭州打电话 叫我第二天坐飞机去见他 说事情很重要 但没有说什么事 说你来了就知道 第二天晚上下了飞机 叶帅已经派车等在机场 然后就把他接到了空军疗养的院 副总参谋长杨成武和总政主任肖华都在场 那么呢 他来了之后叶帅开门见山 就说了 说家门不幸啊 罗任青出问题了 一是要当国防部长 二是对林彪封锁消息 不会报 三呢是折磨林彪 要不就不会报 要不一说就是几个钟头 林彪在大林养病 罗任青拿地图讲了很长时间 林彪支出嘘汗 这是说迫害林彪 折磨林彪啊 第三点 第四点说是对林彪搞突然袭击 等林彪报告毛主席 毛主席定了就解决问题 说完以后 叶帅没有评论 我说那我回去对罗任青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呢 叶帅说你该怎么办就怎么办 第二天我就坐飞机回来了 几天以后我随刘瑞青去参加外国使馆举行的建军节招待会 会上罗任青气得鼓鼓的 原来是李作鹏几个找他谈工作 吵起来了 罗任青还很奇怪 说李作鹏他过去不是这样吗 是不是啊 你一个中将海军中将 说连李瞎子 以前对我毕恭毕敬怎么敢 现在跟我吵起来 以前不这样 这个 然后罗任青这个部下就说 他说我心里有书 李作鹏肯定 李作鹏肯定也被打过招呼 果然上海会议之前 李作鹏几个人拿出了一封诬告罗任青的信 上海会议主要说罗任青反对林彪的问题 给他罗列了许多罪名 罗任青一直不承认那些不识之词 再三说明自己是支持拥护林彪的 为此罗任青同志受了不少委屈 那么呢 这个司马青阳 他这两位作者呢 他们认为叶剑英实际就是安排此人回去盯罗任青的烧 而后来叶群在上海会议上提出的叶四点 啊 就是罗任青 这个那个那个 列的罗任青的四大罪状 是吧 完全是叶剑英提出的 就十月四号 叶剑英在杭州跟这几位 谈话的时候说那个四点的翻版 因为叶群所说罗任青通过刘亚楼讲的四点 如下啊 说李亚楼讲的四点是第一 一个人早晚要出政治舞台 第二要好好保住林彪同志的身体 这一点就靠你了 就是靠叶群 第三说今后林总再不要多管军队的事 第四就是都交给罗去办 啊 劝他要多尊重刘 要相要多尊重罗啊 要相信罗 军队的事情放手让罗任青去管吧 这是刘亚楼对 说是刘亚楼对叶群交代的四条 那么叶四点说叶群这四点 其中心内容是罗任青要主管军队 要做国防部长 而叶剑英对这位罗任青的部下所讲的 远比叶群说的这个刘亚楼的那个四点要厉害得多 基本上就是后来给罗任青定罪的基础 就是由折磨封锁林彪 发展到最后 是反对林彪 就是罗任青的罪状 最大的这条罪状 就是反对林彪 但是为什么后来说毛主席要借叶群的嘴 讲出这四点呢 很明显 说要打倒罗任青 不能够像五九年庐山会议 那个样子啊 就是连个说连个转圈的余地都没有 说毛主席要借用林彪和罗任青的矛盾 这样通过叶群的口说出来 无疑要比通过叶剑英的口 那就要重的多了 另外比这更重要的一点就是 毛主席通过此举 把林彪捆绑在倒罗任青的战车上 而对于叶群在上海会议上所讲的 事后并没有得到很大的重视 因为后来根本就没有形成 以叶群讲话为主要内容的下发的中央文件 就后来中央下发了十一个文件 关于倒罗任青 那里面没有叶群的这个这个讲话和发言 那么呢 斯法奇亚他说 是装来做通了叶群的工作 而叶群呢 在某种程度上被与会人员看作是林彪的代言人 我们今天先说到这儿 明天继续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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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